我是小薇 这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建树 来我们国家的美国人也越来越多 这不就有一个美国妹子来中国旅游 看到街上这些东西崩溃大呼 为何我国没有 所以大家都想不到 这样让妹子大呼的东西 就是现在在我国普遍度非常高的 就人人都在使用的移动支付 这位美国的妹子来到中国之后 发现人们出门 基本上只需要带着自己的手机就可以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现金 不管是搭乘公交还是地铁 只要搭乘手机扫一下 就可以付款上车了 好就是要是人们在餐厅吃饭 或者在逛超市要付账的时候 也是可以掏出手机扫一下付款码 就可以轻松结账然后走人 而这位美国妹子体验之后 更觉得非常的方便快捷 比传统的现金不知道好用多少 难怪会大呼怎么他们国家没有 小伙伴们听了之后 是不是也很为我国的 这项独特的技术自豪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分享转发哦 好了本期的汤明威线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